OK好,那非常感謝大家來聆聽這場演講 那我今天要帶來的主題是來設計一個大型原模型LM的一個對話管理平台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自己 那我就是Imbuse AI的Customer Success Engineer 然後也負責就是公司的Architecture和文章撰寫的部分 所以我在Medium上也有分享很多跟LM相關的一些文章 就歡迎大家追隨這樣子 那近期就近一年我其實也參加過蠻多場的演講 就是帶給大家一些新的知識 包括MLRs 包括LM相關的知識 讓大家可以知道相關的應用 那相關的一些information就在這邊 那下面其實就是AI的各個時期 那第一個時期就是開始做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的我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那開始有了TrackGPT Meet Journey之後 我就開始玩所謂的圖像轉換等等的過程 那最後Deep 1出來之後 我就開始玩說卡通生成圖案的我長什麼樣子 就是開始各個時期的我所生成出來的樣子 那演講專用的給予還是要先講一下 就是技術的部分已經有按照官方的資訊 我們先盡量去做update 那如果有相關新的資訊 大家再記得去update相關的一些資訊這樣 那投影片已經放在那個網站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做下載 那如果只有手機的話 我最後會有一個QR Code 也可以讓大家去掃 好 那今天就見到Angeta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會先介紹一下LM 然後以及相關的一些應用 那第二個就是為什麼我想要在這個時間點 去設計一個大型原模型的一個平台 來去做幫助企業客戶解決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對話系統的一個概念設計 那客戶需要什麼樣子的設計 以及說在這樣子的內容上面 是需要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最後第四個部分就是 剛剛就成也有講到的就是有關於 REG和Find2的一些應用 那我在這邊會做更詳細的一些說明 那最後就是有關於結論 以及Takeaway的一些資訊 第一個部分是大型原原模型的服務應用 好 那在講深層CI之前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先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傳統型的AI 那傳統型AI 如果有知道AI相關一些應用的話 這個公司應該會在台大的 李鴻一老師的投影片 第一頁你就會看到這個投影片 那什麼叫做傳統型AI 就是Y的F of X這樣子的一個公式 那它其實就是當你把數據帶進去之後 你就會得到相對的Label 來去做一個後續的預測處理等等相關的一些應用 所以像大數據應用的能工智慧應用 就是這樣子所產生出來的 那什麼是深層CI的應用呢 那深層CI的應用呢 那基本上Wiki有一個定義 但我覺得就參考看看 那我最主要是要講就是NVIDIA的Keynote這一頁 它基本上已經把整個精髓畫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test to test 就有點像是客服機器人 客服系統來去做一個深層CI的一個應用 那如果你是audio to audio 就有點像是你跟一個機器人對話 然後就是一個語音對話 甚至是你可能點燈系統 你已經把語音導入進去了 那你就可以把這樣子的 你就可以直接跟它對話 它直接用speech的方式回應你 然後就是說點燈完成 其實這也是一個深層CI的應用 所以各項的應用經過組合之後 就會有不同的火花出來這樣子 那傳統型AI和深層CI的差異性 主要的第一個點最大的差異性就是 你會需要有一個大量的資料標註 來標註說你的X是長什麼樣子 那你的YLabel會長什麼樣子 經過整理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像 Accuracy Recall Precision方式來去做預測 那深層CI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透過過去所理解 所知道的一些資料 來去生成出新的資料出來 那它的評估方式就會比較主觀 它可能就是考一個考試卷 考一個你已經整理出來的一個題目和答案 來去做一個預測上面的比對 來瞭解到說 今天這個模型已經符合 你所想要的一個應用 來去做後續的處理 好 那看接下來都會是一些 深層CI的相關應用 那我們先看這一幅畫 這一幅畫其實在國外其實蠻有名 也蠻具爭議性的 原因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新聞 新聞它就寫到說 就是美國 美國有人把深層CI的應用 直接投稿去美術比賽 而且獲得了冠軍 讓大家就是知道說 現在深層CI的應用其實非常厲害 甚至可以聘過人類的眼睛 然後給它冠軍這樣子 那這一個的複製品下禮拜會到台灣 然後有機會可以在活動上面 看得到這樣子的作品 所以我其實也蠻期待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 如果你用文字就可以生完投影片 這樣大家應該也蠻開心的 因為做投影片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那我今天的投影片其實也是生出來的 只是說內容有再去經過調整和處理過 然後才秀給大家看 那下面有個邀請碼 那這個邀請碼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透過AI的方式 就生成出投影片出來 然後它是需要點數的這樣子 好 那講完深層CI的應用之後 我接下來就來講一些LM的相關的一些親眼應用 那像是說自動客服的系統要如何設計 因為像過去的自動客服系統 大部分都是Rubase 你遇到哪樣子的關鍵詞 哪樣子的語句 你就會生成出對應的內容出來 那如果透過GPD的模型 來去做一些應用的話 你就可以回答出更像人類所回答出來的語言內容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內容生成 可能像是文章的生成 然後或者是一些email回信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生成方式做應用 然後包含像情感分析 資料分析其實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這個只是一部分 那大家可以再去想像說 可能在你周遭生活中 有什麼樣子的事情 其實是很煩人的 然後來去做可能像深層CI的應用 LM相關的應用來去做後續的處理 好 第二個部分就是為何要設計 就是對話平台來去做處理 因為大家就會開始在想 TrackGPD其實就很好用 你就是把你的問題給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出來 那為什麼企業內部還要去做相關應用呢 那這就要講到就是LM model的一個發展史 那從過去的BERT時代 開始經過了NLP分類演算法 分類器演算法的一些應用 然後到現在有TrackGPD 3 3.54的應用 到今年的7月份Meta有出了LM2模型 然後讓大家可以透過這樣子可商用型的模型 來去做後續的應用 所以大家就開始在想像說 那這樣子可商用的模型 是不是能夠用在7月內股的應用例子來去做一些導入的工作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產生 好 那我這邊有一個比較表 可以先讓大家看一下 左半邊是OpenAI的模型 那右半邊是LAMA模型 那左半邊OpenAI它基本上就是一個B源的系統 所以它模型是沒有開源出來讓它使用 那它是否能夠在台灣進行服務上面的開設 目前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基本上是不行的 那只是說OpenAI API是說可以落地 只是沒有人知道它要怎麼落地 所以我這邊是打一個三角形 那在右半邊的部分 LAMA2它是一個Meta所開源出來的可商用模型 那它可以理解中文 可是它沒有辦法output中文 所以在台灣有很多的產學業者 產學界就有人去做fine-to-model 讓模型可以理解中文的內容 那我們就可以看 像這邊有一個參考例子 這是Meta在論文裡面所公佈出來的一個 預料庫的一個統計狀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LH是0.13 基本上這個數字的量其實很少 所以在可能像是社群或是一些產學 大家都在講說其實台灣還是要保有自己的模型 再去做一些可能像是推廣處理等等 所以在這裡面會有一些issue在 然後大家就開始去做一些處理這樣 那目前已知在外面產學業者 大家有去做fine-to-model模型有以下幾種 那主要可以看到台灣LAMA和台灣LMB2 這個是由台大的陳宇隆實驗室所開源出來的模型 那MistroTV是國外的新創公司所開源出來的模型 以及說像台德模型是國客會計畫所開源出來的模型 那這些模型它的好處就是 它會使用台灣相關的一些資料 預料庫來去做fine-to-model 讓整體的回答上面 不會出現一些可能像前提中文 或是一些錯誤的資訊 來幫助在後續的可能像是LM的應用的時候 不會亂回答這樣子 那下面的話主要就會是一些可能之前有出過事情 或是B原的一些系統 那也期待他們後續可能會開源讓大家去做使用 那這邊我就有統整就是 為什麼要去建置這樣的企業專屬的計畫模型 第一個部分就是資料外洩的疑慮 那在過去的OpenAI的時期 有發生過很像三星的很像是他們的資料 然後有外洩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有在企業內部禁止大家使用可能像OpenAI的模型 來去做一些後續的使用 那企業內部的資料到底能不能給第三方 來去做應用或處理 其實如果在法規上不允許的情況下 基本上他們應該是要禁用才對 那只是說可能像是 Azure的OpenAI API Service 他們可能有畫面是說他們不會外洩到可能其他方 或者像是OpenAI那邊來去做使用的情況下 那就是看說大家對於這樣子的新應用 新技術是不是能夠忍受 就是會有外洩疑慮的問題這樣子 那如果像導入LAMA V2這種模型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在地端起好模型 它就可以直接去做應用 而且它不會接收到第三方來去做後續的處理 這也是它的最大的好處 第二個部分就是模型能夠知道企業內部的知識 那你可能有整理好你的企業內部的資料 然後看能不能讓模型知道相關的應用 所以剛剛有提到像是REG 像Pintune 就是相關的一些應用處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LM是不是能夠進步 GPT剛出來的時候 它是可以理解到2021年7月份的資料 那在上個月份 GPT大會 就OpenAI大會之後 他們就把資料更新成2023年4月 所以它在這個中間的過程中 它有做一個fine-tune和疊代的過程 那企業內部是不是能夠處理這樣子的一個疊代 和一個fine-tune的狀態 讓LM持續進步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就是企業的多專案管理 因為你有可能需要可能像是REG fine-tune等等相關的一些比較處理 讓第一線的使用者可以感受到就是 這樣子的回答是好的是對的 所以在專案管理上面的應用 就會變得更為重要 所以有以上這四個 建置企業專屬對話系統的一個需求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思考 要怎麼樣幫助企業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對話系統的界面設計 企業內部他們就說 他們需要一個帳號管理的權限 來去管理說哪些人可以登錄哪些專案 哪些人不能登錄哪些專案 然後要去做一個對話上面的管理 那第二個就是他希望就是 類似像TradeGPT那樣 就是頁面上面就可以很簡單 很容易懂得一個對話頁面 然後再來就是後台能不能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專案的設定 甚至他可能就是不是懂AI的人 他希望能夠透過UI上面的click 就可以解決掉相關的一些事情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些需求產生 那我們針對這樣子的需求 我們就有規劃一些全線上面的處理 那我們分為目前的Roadmap規劃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General User 那第二個是Project Admin 然後來去做一些專案上面的管控 再來就是System Admin 就是開設專案 然後User的全線上面的控管 都可以在裡面去做處理 那後續的話 我們應該會在可能明年年中之後 會把Project Admin 拆成Project User和Project Admin 讓Project Admin 就有點像是一個DS Team裡面的Manager 讓他可以去做管理 可能像是哪些Team裡面的人 可以去做設定 或者是哪些人不能做設定 來去做後續的一個微調這樣子 當然運算管理的部分 Guafana和Promicius 就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大家就可以把相關的一些 可能像CPU應用 GPU應用 就把它導到那個平台上面 來去做監控 了解到說 可能像GPU的處理上面 是不是有相關的一些問題 或者像是一些儲存資料 是不是有相關的問題 來去做一個監控 好 那再來第四個部分 就是知識庫的一個設計原則 那知識庫 基本上企業內部 存放著大量的資料 就Data的部分 那如何將Data變成Information 甚至可以讓一般的User 可以很快的享受到這些資訊 那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這邊就有寫到就是 知識集中 然後是不是能夠把它集中在一個系統裡面 讓大家可以去詢問到相關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詢問的過程中 這些知識其實是可以讓大家知道的 或者說讓有合規的人 可以去知道相關的一些資訊 再來就是知識傳承 因為其實包含像是高齡化老齡化的世界裡面 如果很多的一些工作者 他們把相關的知識 就已經退休之後 就沒有帶到那個下一個世代裡面 其實也是很可惜 所以把這樣的資訊 把它放到知識的保庫裡面 來去做處理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這邊有兩個不同的一個應用方式 那第一個就是fine-tune model 那fine-tune model 就有點像是小孩子在學習的過程 從過去他不理解相關的知識 透過很像是學校老師教他去圖書館學習 去網路上學習 去各個地方學習完之後 帶到把這樣子的知識的一個學習的內容 然後帶到考場裡面去做考試 那其實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就有點像是fine-tune model的一個過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embedding database 和reg的知識檢索 那其實剛剛的session也有提到相關的應用 那主要就是人類的知識庫 透過人機的翻譯 把人所理解的知識翻譯成機器理解的知識 那他就會儲存在資料庫裡面 來去做存放 那一般人如果想要使用這樣子的一個知識庫 來去做一些query 或是去做一些確認的話 你就可以去詢問他 然後讓機器讀懂知識之後 來去找出哪一個知識庫是適合你的 那你就可以讓lm模型去做回答 這就是所謂embedding database 和reg的相關應用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主要就是在fine-tune 就有點像是去先考前認真讀書 可是考試之中就closebook 完全不能讓它去連其他的線 那在reg這個地方就有點像是考試前 你就沒有讀任何的書 你考試進考場的時候 你就可能帶著可能像大學或研究所 你就會帶著大超進去考場裡面做考試 或是你甚至開外掛 然後可能帶著一個人然後進考場 你就問他說這樣子的問題要怎麼樣回答 你就透過跟他的互動 然後融會貫通之後你就可以得到相關的內容 所以fine-tune model和reg就有這樣子的差異性 那好處就是reg它在更新上面 因為你只是做data的一個人機上面的轉換 把人類知識轉成機器的知識 所以在轉換上面會比較快 可是在fine-tune上面會比較慢 原因是因為你要把model 讓它可以去學習到相關知識 你可能在資料整理上面需要花費比較大量的時間 所以剛剛就有講到說可能在fine-tune model上面 是不是會有成本上面issue 會 因為它在fine-tune或是訓練上面 你可能需要有大量的GPU 甚至也需要有時間來去讓它去做學習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建議的導入方式 那首先就是整理知識庫這個事情 就是data engineer真的要花費一些時間 花費一些苦心把相關的知識庫整理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想要導入這樣的LM的系統 來去做問答的狀況下 你可以透過像是REG的問答方式來去做處理 讓這樣子的問答方式可以得到 讓user可以得到相對應的知識 可是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你應該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把general user 所問的問以及答案去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在頁面上面你會給它一個bbtag 就有點像是站和到站這樣子的一個服務上面的一個設計 那後台的人知道說今天到站的人比較多 那是不是要去做可能像資料庫上面的優化 讓REG的回答上面可以變得更好 這樣子來去做處理 那如果這樣子的處理過程中 我們發現到已經可以回答出大部分的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推薦user來去開一個專案 來去做後續的fine-tune model的工作 讓整體的知識可以訓練到模型裡面 來去做一個update更新的動作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在我們公司所設計的一個LM的一個model solution的部分 主要分為右半邊和左半邊 那右半邊如果企業內部他們需要在地端來去開設一個LM的服務 來去做一個連線的方式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提供相關的solution來去做應用 那如果企業內部是可以用很像A9的OpenAI API Service 你可以直接借接我們右邊的知識的問答 以及對話視聰的一個系統來去做處理 那這樣好處就是 我覺得像GPT或是像LM模型 它就有點像是發電站 那OpenAI就有點像是核能發電 那其他模型就有點像是一些 可能像風力發電 水力發電 它是比較小的發電來源 可是如果你能去收納這些發電來源 然後去把你相關的一些應用去做處理的情況下 可以幫助你在導入LM上面的成本 或者是專案上面的優化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才去設計了這樣子的一個平板 好 那就進行demo 好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的對話頁面 那我在剛剛的活動前 我就有去Sidework的官方的CFP 把相關的資訊就把它趴下來 來去做一些處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像這樣的Excel檔裡面 就把相關的一些資訊把它整理起來之後 就可以得到Data的一個 就是知識庫的一個概念 好 那我就把這樣的知識庫 透過我們的轉換模型的方式來去做處理 那像這邊我們使用的是一個 Sendence Transformer的一個Model 來去做知識庫上面的人際轉換 然後透過上傳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相關的Data轉換 然後它就會去下載摸鞋 然後去做轉換 然後就把它導到資料庫 那我就直接進到資料庫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資料庫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左半邊就是我的知識庫的地方 右半邊就是Invading the vector 就是我們所謂機器讀得懂的那個語言 來去做一個存放動作 那經過計算之後 我們就可以 經過存放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把這樣子的服務 導成一個API的系統 然後你就可以去問他 就是可能像是 那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投稿的結果 然後他就會去 在資料庫裡面去撈取說 哪個知識是最接近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就等他一下 因為這個專案其實都還在優化 所以我們其實可能在query的速度 會再努力一點 讓它的query速度不要那麼慢這樣子 這個我們還在努力中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query出來之後 就可以得到 因為我們這邊設計是query兩個知識 所以它query出來就是 投稿前時間是9月25號 然後透過網站系統來去得到 那其實好像就沒有得到相關的結果 對 那就是一個live demo 正常 對 但我們其實我在事前 我有先做一些設計 可能像是投稿結束時間是什麼時候 他其實就回答我9月25號 這個是喇嘛模型 那今年在哪裡舉辦呢 陽明交通大學這邊也有得到 對 然後以及說我已經提高投稿了 那什麼時候可以知道 他其實就沒回答出來 然後其實包含 我這邊有串OpenAI API的資料 他其實也沒有回答出來什麼時候 可以得到結果 這個就很live demo 就是表示這個資料庫 知識庫其實是要去做優化的 對 所以這樣子的應用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其實現在的LM模型 大部分都可以回答出相關的內容 像OpenAI 拉馬都可以 那只是說在很像是資料庫的 就是知識庫的萃取和撈取上面 就需要去做額外的一些更新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應用 那其實在OpenAI GPT陣營 它的相關的應用就放在所謂的 就是GPTS這樣子的一個功能上面 那你就可以去他的後台 然後把相關的一些 Extraction啊 然後請根據台灣著作權法 來去做一個回答 然後你甚至可以要求他 要用什麼樣子的格式來去做回答 你透過這樣的設計 其實它就是一個REG的應用 那我底下的資料其實就是 把作權法的所有條文都把它趴下來 然後放進去讓他回答 他就可以去回答相對應的內容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live demo的部分 好 那我最後進結論的部分 那應用大型原模型的未來發展 其實就是像技術創新 透過LM的模型來去做未來創新應用 和發展的可能性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商業應用 就是在思考說 這樣子LM模型其實很強大 可是要如何去放到就是 大企業內部的專案 或是甚至產品上面來去做應用 大家也會去思考說 要怎麼樣去做處理 那最後就是倫理的部分 那就是有點像是 之前中研院 它有發生過就是 回答台灣的國情日是甚麼時候 結果回答10月1號這種事情 這個事情其實 其實它最後背後的意義就是 Data在做training 或者是在說整理的時候 它誤把可能像是中國大陸的資料 納進來去做fine-tune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資訊出來 所以這個倫理和風險的部分 其實大家也是要去關注的部分 那我這邊有整理了一個 生成時代的企業策略 像是今年的部分 我們其實在遇到很多客戶上面 大家就會開始在思考說 要怎麼樣去處理 但其實他們大部分時間 花的時間都是在整理所謂的資料庫 和知識庫的一個內容 他們希望說在明年的時候 就開始導入像LM的一些模型 來去做他們的專案 那2024年之後 或許他們在策略上面 希望是讓LM模型可以 為企業帶來一個輔助的角色 那我這邊我覺得有一個 就是有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生成時代的模型 它其實不是要來取代人類 而是來幫助人類 去做好更多的事情這樣子 那我這邊的結語就是擁抱改變 就是嘗試去把這樣子的LM模型 帶入到專案裡面來去設計 然後才能去把這樣子的模型 然後發揮到最好這樣 那這邊有三個take action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導入一個 企業核心的LM的系統 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不管你是使用Azure的OpenEd系統 還是OpenEd HLGBT的系統 或是之後如果你有機會 跟我們接洽 那也可以使用我們的系統 來去做一個導入的工作 那再來就第二個部分 就是知識庫上面的建置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第三個就是思考一下 企業內部有沒有一個可能 就是突破式的創新的專案 來去做應用 因為其實LM model的Serving 其實是會花費非常多的錢 和盡力來去做處理的 所以在可能像是一些 專案上面的設計 就要非常的仔細和小心這樣 那這是我們的公司 那我們是Infuse AI 那我們專門就是來製作產品 幫助AI團隊可以用更少的力氣 完成更高的品質的工作 那我們有三個主力的產品 第一個是Prime Hub 那是MLS的平台 那再來就是LM的Solution 那我們近期正在努力的製作 希望能在明年春天之後 然後馬上發表給大家去做使用 或導入的工作 那第三個就是PipeRider 就是針對早上有講到DPT的專案 來去做一些Data Quality Control 和可靠度的工具 那感謝大家的聆聽 那這邊有投影片的QR Code 然後有相關的文章的一些連結 歡迎大家去點閱 謝謝 我們謝謝一位精采的分享 那現在現場有沒有人想要提問 好 你好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有一段 你有一段Demo 是你輸入一個知識庫 對 然後看它儲存的內容是 它把裡面的文本變成 類似EvadingVector這樣子 呃是這個對不對 對 然後 我很好奇 你剛剛問的問題是 解稿日期嗎 可能可以去那文本裡面 那些EvadingVector裡面爬 那我 如果你的知識庫裡面 有兩個解稿日期 它會給你哪一個 呃 就等於是說 在這邊如果它query出來 就是解稿日期一 解稿日期二 它可能就 透過LMAN的判斷方式 來去回答它的答案 或者是它就胡亂回答 這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這也代表著 你的知識庫裡面的知識 其實真的 上面是需要再去做優化的 好 因為我其實剛剛就是在想 這個是因為 我想像一個場景 例如說 假設要在公司裡面 導入這樣的產品 嗯 那 最快速可以拿到知識庫 或許就是把一些 公司裡面一些 本來就是做收集知識的地方 然後讓一個爬蟲之類 去把它爬出來嘛 對不對 是 但這些 這些知識可能是由不同人提供 他們可能中間就有一些 不一致性 是 所以我覺得很好奇說 如果這種狀況之下 它會找到什麼樣的答案 OK 這個方式其實在TradeGPT 他們是這樣做的 嗯 我就 嗯 好 我就拿像這樣子的 就是 像是這樣子的一個 因為這個是我剛剛在測試 結果沒成功的障礙 沒關係 那主要就是在這邊 可以看到就是有 讚和到讚的一個 呃 feedback 模式 那等於是說讚 那就代表說 你這樣子的知識 已經是回答 well done OK了 大家可以接受 那到讚就是所謂的 其實回答不好 或是胡亂回答 那 呃 Data Engineer 或是knowledge的提供者 他應該就要針對 可能像到讚的部分 來去做一些優化 看說要怎麼樣 呃 在設計知識庫上面 可以去做一些處理 這樣 好 謝謝 嗯 好 這裡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剛才看demo 它是 你們是用pgbetter嗎 對 對 那這是未來 確定會用個betterstore嗎 因為pgbetter 它本身底層是用kll 再來是說 它是關聯式資料庫 所以它在面臨大量的文本的時候 它其實會降低它的performance的規律 對 這部分你們會有 有打算怎麼處理嗎 OK好 第一個是pgbetter這個部分 它是 就是 導入reg的 就是embeding database 其中之一的solution 原因是 我們的客戶 大部分遇到的是 完全無法聯網的狀態下 需要去做一個處理 那可能像是pynetcon 或其他的solution 大部分的一些方法 他們可能需要有一個 聯網的環境上面來去做處理 那這是我知道的部分 如果有錯的話 我們再交流 對 那所以我們在一開始的導入上面 我們會認為pgbetter是 目前來講 可能我們在設計所謂mvp 最小可惜的解上面是一個solution 但我們不會排除就是導入其他的工具 這樣子 OK好 然後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問題 這個比較不算是問題 算是一個交流 因為 也回答剛剛那個 中漢的問題 就是說 它其實有一些 握得它可能 重複在不同的embeding的時候 它其實可能會 鼓亂回答 對 這個因為我們現在 我這邊的team 底下也在做lmproject 我們那時候看到一篇paper 是美國加州大學的 某一個學者批出來的 它是變成是說 它在資料前處理的過程中 我給它一個document 我先請model 讓 根據這個document 先產生 5到10個FAQ 那我再拿那個FAQ 再去跟user的query去做embeding 那我得到哪一個 比如說 今天user問了一個問題 我知道它可能 比較偏向哪一個 某一個FAQ 那我就知道 這FAQ 對應的metadata 那我再拿這個metadata 再去fuel 對應的query 對應的document 再拉上來 那我們那時候 測完的效果 確實是它 在整個predition裡頭 是有提升到 10%至15%的 不過我覺得 這個是可以供你們參考 可以在前面 資料簽出的時候 可以去做一個 這樣的手段 就是你把文章 視為問題的標籤 這樣的話 它可以去 一方面可以解決 剛剛中漢的可能 會降低它的 互換回答的機率 那另一方面 你可以去把user query選進 可能去distribution 給同納進來 對 這是算一個交流的部分 對 那我這邊的話 兩個資訊 第一個是我在 剛剛在上台前 其實我在設計 這樣的資料庫的時候 我有發現到 如果在裡面提到 sidework 它就只會 query出這兩個 有sidework的資訊出來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一個 就是 他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他就把它 create出來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 其實中研院在 今年夏天的時候 他們有開源出來一個 FAQ的方式 等於是說 我背後有知識庫 然後你串 OpenAI的API solution 然後他就會幫你去串 就是所謂的 FAQ的內容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 整理成一個csd檔 然後就可以去做儲存 可是 這個部分另外一個 issue就是 OpenAI其實它沒有辦法 處理的部分 就是所謂 你透過它 去把資料整理出來之後 把這樣子的內容 去做其他額外處理 我記得他們在規範裡面 好像有這個issue在 是不能用的 所以這個部分 也在使用上面 可能要再注意 很小心這樣子 對 那吳宗 謝謝 我們的裕媒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